台北市从事进出口厂商约有8万多家 为全国之冠 产业发展局从102年开始 办理台北市补助厂商海外参展计划 为了鼓励本市厂商积极来参与国外的展售活动 接轨国际的市场 截至108年 我们共累积补助了1450家企业参展 协助厂商争取海外订单超过12亿美元 大大提升产业的全球竞争 今年度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厂商出国参展的规划 我们特别增加了顾问咨询服务 提供产业相关的资讯 以放宽申请补助项目 除了实体国外展售之外 更开放了海外的线上展 商品展 行路展 以及国内的展 也率先开放了自建官网或电商平台 及开放了国际贸易相关的课程 这些都是为了因应疫情滚动式的修正 让企业有更多元的展销面向 北市湖将持续地作为企业的后盾 陪伴企业一起放眼国际 开拓商机 我们是台湾无人机应用发展协会 协助厂商发展产业 到国外参展 或者在国内办论坛 活动培训或是一些产业的对接 意念无人机是一个台湾的品牌 开发出台湾的这种自由品牌的无人机 想要从台湾立即再推到全世界 为了让消费者接触到产品去体验它 我们在三创的生活馆里面 三楼有一个体验的一个门市 以前我们用自由的品牌要推到全世界 它耗费的资源会比较大 所以在预算的考量上面 我们的摊位各方面的资源都会有限 那透过协会跟这边的安排 我们得到一些补助之后 我们的发展的动能可以变得更大 所以接触到世界的脉动就会更多 成功率也变高 厂发局在参展的过程里面 提供协会的一些协助 跟我们当地的场地的对接等等 在德国的参展里面 我们协会取得一个位置是非常的好 透过这个补助的专案 它一个BOOTS可能可以申请20个BOOTS 可能给8个厂商使用 但是都用无人机的这个项目 去做一个整体的视觉规划 所以基本上大家看到的注目性会比较高 来接洽的这个客人也会比较多 那成功几率也比较大 何洛斯一家成立了37年的公司 其实都在IC的前后段的领域 以我目前最新的产品叫UFS 目前在这个领域里面 我们是全世界最快的 高通像联发科 其实都采用我们的产品 所以基本上只要是用烧录的这个领域 基本上大概都会听过和洛这个牌子 我们其实在大陆区有大概三个点 那我们其实在上海都会参加 Nepcan那个展览 那那个展览当然也很多国外的客户 可是毕竟它不是在国外区域 所以其实它的国外厂商相对少 那可是像这几年 我们想要大力的去发展海外那边的客户 那其实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比较需要去到 就是比如像欧洲或美洲这些地方参展 发现其实到海外参展 是可以有适当的补助的 厂发局的人其实都相对是亲切友善 它让我们感觉到 我们出去参展其实不太需要那么担心 那当然它也会提供说以前其他厂商相对的参展经验 分享给我们 所以其实我多了一个询问的窗口 对我来说是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否则其实这么远的地方 我们光一趟飞机都要十几个小时 到那个区域 可能甚至订饭店各方面资讯 我们其实都是简陋的 那其实我们有这样子的单位可以协助 我认为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这一次参展是在德国的纽伦堡 IC界的一个盛事 这一次去我们感觉最大的不同是 我们去看到的都是外国人 而我目前就是要做外国这个市场 那其实像德国这个领域 它本来就是工业的先锋 所以其实我们在那里 遇到了很多我们比较高阶的一些客户 当然在这跟过程我们回来 也有相关的厂商跟客户 也跟我们取得联系 其实我觉得这次整体的参展满意度蛮高的